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針對移動我們來講細一點 因為其實它不是只有拖曳可以移動而已 當然最簡單的,我就是直接拖曳 這個窗戶也可以拖曳 我的物件也可以選起來拖曳 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直接拖曳移動 這是本來就會的 那但是有一件事情 呃,來 假設我們到3D試圖 我到3D試圖 這裡不是有很多門嗎 那你如果在3D試圖 今天我要去拖曳這個門 你會發現一件事 欸,這個門 因為門是不是通常會黏在地板上 會這樣,這樣才正確吧 你總不可能說我的門在這裡吧 那你都說怎麼跨過來 所以基本上 門是被鎖在地板上 那如果你希望真的有一個門 它不是在地板上 但是它是在牆上 我今天想要解除這個鎖定怎麼辦 請你按住Shift 再拖曳 按住Shift拖曳 那它就可以解除這個鎖定的狀態 它就不會一直被鎖在地上 那只是它會鎖 不是沒有道理啦 這樣就變得比較乖一點點 那如果你真的要有一個叫所謂的門檻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門檻 通常是在廁所 至少廁所會有 因為廁所都會做一個檻 讓以防水流出來嘛 對不對 那個我們後面再提 你可以利用參數 或是重新設計 原件的方式去做 好 那 所以最簡單的移動 就是直接拖曳 那如果你想解除鎖定 請你加住 加按Shift就可以了 好 第二個 選取物件之後 直接用方向鍵移動 這是可以的 直接用方向鍵移動 上下都可以 那但是這有一個小小的 要稍微 我不知道 如果不講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一下 假設現在是120 我向右移一個 那它再加多少 加4喔 對不對 再加4 再加4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好像不是我們常用 因為假設我們如果用公字 我要碼10 要碼5 之類的 比較少就是比較特別的數字 那它怎麼會移動一個 一次一個4的間距 那這個間距是自適應的 自適應就是指自動會調節的意思 如果我今天遠一點 遠一點 一樣是120 現在多少 130 有看到嗎 140 現在是不是就10了 如果近一點 近一點就代表一定我是要微調 是不是2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移動 你如果用方向鍵移動 它不一定一次是移多少 它會根據你的 現在的那個距離 離它的距離 它自動會去做一個自適應的 一個動作就對了 好 那這是方向鍵移動 那當然不只窗啦 什麼東西都可以移啦 只要你選了起來 只要你 選了起來 只要你 選了起來 都可以移動 對吧 好 那當然最重要啦 移動工具啦 移動工具的話 來東西選起來 那它就跟我們 AutoCAD的移動 基本上是一樣的 先點基準點 再點目標點 好 東西選起來 移動 先點基準點 再點目標點 就移過去了 好 移動 點基準點 點目標點 就移過去了 好 那所以其實它 網路也很簡單 那這件事情 就是說 例如說這樣子 呃 我的窗戶 預設 預設它是被約束在這道牆上 所以我現在想從這裡移到這裡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想從這裡移到這裡 就不行了 我想從這裡移到這裡 不行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 假設我今天是要 把它從這裡移到這裡 你必須要跟它講 請你幫我不要約束 不要約束 它就可以從這裡 移 移過來了 移到 加上分開 你就可以過來這邊了 你就可以把它從這邊搬過來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 移動就這樣 還有什麼 沒了 所以來 各位試試看 呃 拖曳 拖曳有一個小性小 剛好提到了 加 可以解除約束 然後呢 方向鍵移動 那個肩量 是 根據你的位置 它自己會調的 好 那如果 移動的時候 移動元件沒這個問題 但是你如果移動 墻 門窗這種 必須 依附在另外一個 元件上的元件 那麼你就可能需要 使用約束或分開的功能 好 來 試一下